关于这个什么innerHTML啊 这个例子啊 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操作元素里面包裹的东西的时候啊 可以用这个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 我这两个DIV里面是吧 这两个DIV是包的这一段文字啊 是吧 如果说我想改这个怎么改是吧 如果说我想改这个怎么改呢 那么就用到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innerHTML啊 这个的话就可以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啊 innerHTML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回到来看一下啊 比如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再来新建一个啊 这个是 改变啊 操作元素啊 内部 操作元素 内部 操作元素 包裹的内容吧 包裹的内容啊 好 操作元素 包裹的内容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话 我拿一个这个什么呢 先拿一个DIV 是吧 DIV1 是这样的啊 DIV1 这样一个DIV啊 好 这个DIV的话 默认是空的 是吧 默认是空的啊 好 或者说里面有字吧 比如说 比如说 这是一个DIV元素啊 一个DIV元素 DIV啊 元素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想操作这几个字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怎么操作呢啊 比如说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 我们来先量获取它吧 获取它之后 怎么样 先需要 Window Onload吧 啊 Window啊 Window Onload 啊 等于一个function啊 function function 然后是先把它获取到 是吧 获取到之后什么呢 画一个ODIV啊 DIV 等于这个Document 是吧 Document Document 点get element element by 什么 by ID 是吧 好 这个是DIV 是不是这样的啊 DIV 啊 好 DIV之后 然后我要 我要操作它在里面的东西 是吧 那么怎么操作呢 用了什么 ODIV啊 ODIV 然后它的什么呢 这个啊 有点难拼啊 Inner Inner HTML啊 后面这几个是什么呢 是这个大写的是吧 Inner HTML啊 好 Inner HTML 然后是怎么样呢 然后是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你的值是吧 你要负值 负值进去是吧 负值进去啊 比如说这个 啊 这个是读是吧 还有一个读啊 好 读 读和写是吧 一样的啊 先把读看一下吧 啊 比如说我先定一个什么呢 先定一个假设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STR啊 好 我先获取它里面的这个 Inner HTML 那么这是读啊 比如说是ODIV 它的Inner HTML啊 这是读是吧 读啊 好 读取它里面的东西啊 好 比如说是读取 读取元素类的内容啊 元素里面的内容啊 好 那么这个读完之后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弹出来看一下 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STR 是吧 弹出来看一下啊 好 现在是不是读出来啊 是吧 这是一个DIV元素 是吧 好 读出来的啊 好 这是一个DIV元素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读出来 是吧 好 读出来 那么接着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什么 改写吧 是吧 改写啊 改写这里面的内容啊 改写这里面内容 改写可以怎么改写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什么 负值 用一个值负值给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改写 是吧 怎么改写呢 那么就是什么 写是吧 写元素里面的内容啊 这个是写 元素内 内容啊 好 那么就是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ODIV 它的 inner是吧 HTML 是这样的啊 等于一个什么 字符串 那么就用这个字符串 复制给它吧 是吧 复制给它啊 比如说改 改个什么字都可以 是吧 那么的话 甚至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实际上改 改几个文字 比如说 这是个 比如说是修改的文字 是不是啊 修改的文字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那么就改成了什么 修改了文字的吧 是吧 修改了文字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现在弹出 然后什么呢 变成修改了文字吧 是吧 好 这个很好理解啊 就是把字换了啊 好 那么实际上 还有更高级的运法 是什么呢 我们甚至于可以什么 把标签塞进去 是吧 比如说这里面 我想包一个A标签 是吧 甚至可以这么做 是吧 可以这么做啊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OTIV是吧 点inner innerHTML啊 假如等于一个什么呢 把标签塞进去 这么塞啊 比如说这里面引号吧 好 把这个A H EF 就等于 假如说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里面的话 应该用什么呢 这里面应该是什么 用单引号吧 是吧 单引号啊 好 然后我把它先写完啊 好 比如说这是 这是传制播客啊 传制播客 是吧 好 这里面是 呃 HTTP 是吧 然后是两点 3W.IT CASE的 多CN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甚至可以把这一句 是不是可以塞进去啊 这是一堆制服串的 把这堆制服串 也可以塞进去啊 塞进去 好 好 这个塞进去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弹出来之后 先是执行这个弹出的啊 弹出完之后 这个是不是变成传制播客了 这样的啊 我点一下 是没问题啊 是吧 啊 这样子是吧 它这个是什么呀 可以什么 把这个标签放进去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它强大的地方啊 强大的地方啊 好 关于这个 InnerHTML啊 这个InnerHTML 我们在什么呢 往页面上放数据的时候啊 一般用这个啊 可以放数据 比如说把数据读过来 把它塞到页面上去啊 就会用什么 这个InnerHTML啊 好